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我沒想過要拍的 所以是很突然間我今天放了工作後放置機去拍的 話說我那條胸平的胸胸上 應該是昨天和上星期的影片 大家都很喜歡那個妝容 就問我可不可以試一下化出來和示範一下和用什麼產品告訴大家 其實我本身是沒想過眼妝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是沒什麼記憶的 還有那條影片是日後現在是晚上 所以光源上面也有一點點不同 可能會影響過效果 但我都特意戴上那一天的Clone 希望務求可以還原 很少自己防自己的妝容 這件事很搞笑 好啦,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開始吧 我們第一步是遮蓋黑眼圈 今天工作很辛苦 所以眼圈也很重 我們要用力點遮蓋 然後就上粉底了 這支是春天的時候買的 嬌蘭的小燈泡 因為那天是下雨天 所以不算很滿熱 都可以拿到這個粉底 但如果去到超熱的天氣 這個粉底也不太適合 上完粉底之後 你會看到它有一種像陶瓷光 但沒有水波光的強勁 或者是奶油的強勁 之後我會用淺色的遮瑕膏 去打開眼袋下面的位置 然後到碎粉的部分 都是用HOUR GLASS的碎粉 然後到滑眉的部分 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這盒 我PURE的眉粉 我現在要看自己的影片的妝容 我沒有帶眉髒回家 所以眉髒做不到這麼淺色 然後鼻影也是用MAC的OMEGA 我現在每個地方都有一盒鼻影 在家裡是用OMEGA 在長洲就是用16 brand 然後在公司就是用KATE 不用到處拿來拿去很方便 好了 我們進入大家最有興趣的部分 就是眼妝了 我是用這盒Beauty Bay的眼影 42隻顏色的眼影去化 當然我沒有用到42隻顏色 我是用了其中4至5隻顏色 一會兒跟大家說 首先我們用這隻 有一點蜜桃 但偏黎的顏色 去做整個眼皮的打底 這一盒的粉質 其實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通常這個眼影掃的魚粉 我都會拉一拉下去下面 其實都是做一個一致感的 就不是想要一些很厲害的效果 然後我就會用這隻的橙色做 在眼尾的位置 記住你想化這些小清新的感覺 就很輕力很輕力地 blend 千萬不要用力 這樣點一點橙色就已經很足夠很足夠了 接著我們就先畫了眼線 然後我們用手指點這個金銅色的閃粉 在眼中間的位置 自然慢慢到處推開它 這妝不像嗎 因為都是用這種眼影而已 然後同一隻古銅色 我們掃在眼下面 我們現在先掃整個眼框 待會再用色彈上去 效果會更自然 在這個時候 就用這個橙啡色 再混合這個深啡色 去blend開一點點眼線 那就不用太大力了 一大力就會濃 我純粹是不要這個線條那麼緊 記得不要漏了下眼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只要你加一點點 已經可以做到放大眼睛的超級厲害的效果 最後就真的很少很少 加很少去做一個highlight 用這隻金色 一隻淡金色 其實是塗一個中間的位置 按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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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眼明等 真的打兩下 不用太多 你見到呢 有分別嗎 眼睛立即大了明亮了 Corrado 全部都是加很少 有時候時你們會問我眼妝化 有什麼心得 所有塊都是好小量 好小量 去做一個效果 所有東西一多 因為很多產品都用很多或很重的手 整件事就錯了 好,我們之後就塗墨膜 那天是用Opera的,但Opera那支我忘了放在哪裡 所以現在先用10-200這支 它們的效果都有點相似 其實都是那種纖長、捲竅、根根分明的效果 通常我貪方便想不到的時候,都一定是用ZUKU這個胭脂 所以我想我那天都有機會用這個 好像不是的 究竟我是用這個胭脂的呢? 不要緊,這個很搭的 然後HIGHLIGHTER也是用ESCENCE的 Glow to Go的 一樣都是用最深色的 我懷疑會很快被我用完 因為真的很喜歡用 我覺得它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以一個這麼便宜的 這麼開架價格的HIGHLIGHT來説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最近我又買過另一個開架的HIGHLIGHTER 然後...垃圾 我不想猜 下次有一天拍影片告訴你 唇膏方面我本來不是用這一枝 我用MAC的唇膏 但是... 都不是家的 所以我差不多顏色 都是這種... 少少橙、少少紅的顏色 我就先用這一枝 不是不好 但是打底來説 我又嫌它太潤、太亮 所以我就會比較偏向MAC那枝 它潤得來又不會太亮 然後咬唇妝的中間 應該大家都猜不到的 就是用71之前推出的化妝品 一個啞色液體唇膏 顏色就是美類與野獸的顏色 它的顏色是比較... 梅紅色的 你會看到 原本它是會裂入了我的服品裡面 因為... 很臭的... 很臭的塑膠味 好像在燒那些... 法寶膠的味道 但是它說咬唇妝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塗了很多次都覺得很漂亮 我想說就這樣點在中間 我還沒敏過唇 它已經是超級咬唇效果 然後只要... 你是... 印開它 用手指... 不用推的了 印就可以了 所以... 我就唯有原諒它那種臭膠味 因為真的超級臭 嘗試了將我那天的妝去還原 希望大家覺得差不多 我知道不是100%刺激的 始終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而且... 真的每一天化妝的力度和手法 都是始終有刺激的差別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個... 自己房自己裝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一下午十二點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 by bwd6